小亮哥你也有個同事是基督徒 本來是很天氣的 很天氣 他很敢 怎麼說 他什麼都敢 就是好比出去玩探險 他都是跑第一個 什麼民雄鬼屋 幾乎一些什麼廢棄的醫院 什麼他都去過 天不怕地不怕 對 那我就把他找來我家 嘗試這一個命案的行動 對 那我們通常去清理的時候 大部分青森好比燒炭的之類的 東西絲臭味出來 東西沾染之後 東西都丟掉 那有一次有一個家 譬如說碰液窗簾 對 私人物品 像是書籍 然後一些收藏品 那個都會吸味 對對對 那我們有一個案件是 我就把他找來 那個基督徒 那家屬人很好 他說 那一個往生者他收藏品很多 那有魔形拿什麼 丟掉也浪費 可是他們也不需要 那就是問我們要不要 我們其他人都不敢拿 那個TT的 哇好開心喔 後來在抽屜 找到一盒收藏的打火機 收藏型的 丟碰 對 鐵製的那一種 對 然後 那有價錢耶 那有價錢 都做得超級漂亮的 然後他就把他帶走 就是他也沒拿太多東西 就是把他帶走 因為家屬也同意了 就是他是開口說 要我們看需不需要這樣 那很奇怪的是他 那幾天就精神了 有點患散 對 那 當天他帶走打火機那一天 他其實騎摩托車就有插撞護欄 可是沒有跌倒 就是只有小插撞而已 那 奇怪的是後面叫他來 好像跟他講話 講一兩次他都聽不到 就是要講好幾次他好像才會回神這樣 精神就患散 那隔一個禮拜他假日出去玩的時候 他就在梅山那邊 車子就摔車 然後整個就起火 漏油起火 然後他的打火機就放在置物箱裡面 起火啊 對起火 那其實我們是 不要拿我的東西 不要拿我的東西 我們後來是有把那一組他收藏的打火機 五六顆 那我們就是有再把他拿回去還給家屬 對 然後再帶他去行天工啊 跑一跑收金之類的 後來是有比較好 那你有跟家屬說 其實你們這個打火機是自動的嗎 有可能是按道啦 像他有一個 那有可能給你置物櫃給人按道 我印象滿是熱的 不是放摩托車因為太陽照熱有沒有 他有一個我印象滿是熱的 他是一個做一個兔子的形狀 那他把他耳朵壓下來之後 就會點火 對就會點火 就會點火 是是是 其實王者他有時候對他喜歡收集的東西 他會很執著 但是我們家屬不能替他做決定 可能要給他擲杯 他有同意我們才可以拿 那一般是不會拿 那有酸啊你要拿嗎 酸啊 酸啊是 鑽石 鑽石 我們有撿到三四十萬 你真的二十五歲耶 我們有在衣櫃找到很多錢了 三四十萬的有 台幣 台幣 就是老人家然後就藏衣櫃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們 你掙扎多久 沒有掙扎多久 就是順便掙扎在 沒有掙扎 完全沒有掙扎 就收進去了 就馬上通報爸爸 然後爸爸還給家屬 那個錢我們是不會拿的 不拿 對不拿 那個拿了一定 不是回修下就回修出